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未來一個禮拜的天氣狀況 把未來一週 我們把它分成三個階段 來告訴大家 在明天 清晨的溫度是寒冷的 溫度在16度 所以要提醒長輩朋友 或者清晨出門的朋友 穿著方面一定要注意到保暖 尤其天一黑以後 在這個中南部地區 因為天氣晴朗 輻射冷卻的作用 溫度的降伏來說 就會比較明顯了 接著到了禮拜三 禮拜四 冷空氣的強度減弱了 氣溫的部分開始回升了 中南部地區可以升到27 8 28度 北部地區也有在24到25 但是早晚的溫度形態來說偏冷 所以日夜溫差在週三週四 相對的明顯 不過到了禮拜五呢 另外一股冷空氣再度來報導 相對的在週五 週六 週日 往北走 往東走 有短暫雨 往中部走 往南部走 天氣晴朗 低溫的部分到了下個禮拜一到禮拜二 甚至還有可能比明天清晨的溫度 要更低呢 我們接著來看一下衛星雲圖 雲圖上面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在東海這裡已經開始有一些雲階的現象出現了 冷空氣通過暖陽面而造成的 這也代表說冷空氣的強度再增強 明天整個高壓系統逐漸的南下 冷空氣在清晨最強 接著到了明天下午以後 高壓進入東海 週三週四的溫度隨著風向變東風上升 接著到了禮拜五的時候 另外一個冷高壓在南下 來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溫度在中部以北天氣頗有涼意 東部北部有一點短暫雨 中南部天氣晴了 外島地區天氣晴 小滴您兩件事情要注意 第一個清晨冷穿著要保暖 還有在中南部的朋友 日夜溫差非常明顯 找出晚歸要注意